新冠状病毒疫情冲击全国各省 一些疫情严重的省府苦于医疗资源短缺的窘境 促联邦政府负担各省医疗支出的35% 目前联邦只负担22% 联邦政府兼事务部长多勒布朗近日表示 联邦政府准备为一些严重省份提供更多资金来抵抗疫情 他接受访问时提到 总理特洛多很高兴将和各省长讨论加拿大健康资金转移计划 他说我们准备进行对话 这是所有政府的当务之急 到目前为止 联邦政府已拨款超过190亿元 帮助各省安全的重启经济 但一些受到疫情打击更严重的省长表示 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 9月23号国会复会 特洛多政府将发表施政报告 各省长上周五和特洛多开会时 一致要求联邦政府每年在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上的拨款 至少要增加280亿元 多数省长选择透过网络参加会议 但安省 魁省 亚省和棉省省长4人 则亲父沃泰华表达心声 基于医疗资源上的窘迫 省长们建议联邦政府应负担各省医疗支出的35% 目前联邦只负担22% 各省现在的总医疗支出达1880亿元 联邦的补助只有420亿元 安省 魁省 亚省和棉省省长 还要求联邦政府向处于特别困难时期的省份提供额外资金 据报道 这代表仅亚省一省就需要额外的60亿元 亚省省长康尼表示 亚省居民处在财政灾难中 每个家庭都有切身之痛 亚省历经5年经济停滞和失业困境 除了有历史上最大的油价暴跌外 还有这波疫情打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财政公平 康尼说 这无关党派政治 而是关于人民 关于医疗保健 关于工作的问题 他建议联邦政府避免在各种意识形态上花钱 而应将重点放在保护生命和生计上 星期一 加拿大两个疫情最严重的省份 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分别新增425起和586起确诊新冠病例 为5月以来最高 新病例主要集中在安大略省的最大城市多伦多及周边地区 魁北克省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及周边地区和该省省会地区 安大略省星期一的新增病例中有67%在40岁以下 425起病例中有319起是在多伦多 皮尔和沃泰华地区 捧场上